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依法裁罚新农公司35万元 同时为了加强各管线单位的危机意识 公务处也将邀请水电油气管线单位 召开紧急应变会议 建立应变机制 提升基隆的公共安全 针对七堵区公建路瓦斯外泄事件 市长谢国良在公务处长陈耀川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宣布 将依天然气事业法裁罚新农公司35万元 从那一天的案例来看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标准作业程序的 甚至连紧急联络人在寻找上 大家也是彼此在那边询问 摸不太清楚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对于还好 还好是说这件事情是有惊无险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伤亡 可是各位可以想想看 假如事情有扩大之余 灾情有扩大之余 那事实上后果就是难以想象 在事情发生后 我们请公务处以及消防局 依法做一个检讨后 我们有了以下的裁处 首先我们是引用这个天然气事业法 第16条第一项 输出设备有引起灾害之余 那这个标准是明显构成 天然气事业应该要采取 必要之处置或改善措施 其实到了现场 他们是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 去马上立即改善 现场大家真的是摸不着头脑 大家一起在讨论 讨论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最后是由民间人士提出建议 是否扩大关闭的规模 最后才把他们属于中压的管线 而且是属于他们民国68年就买好 现在不用的管线的部分把它关闭 然后这时候火才得以灭袭 所以呢 我们会依第16条第一项 天然气事业法第60条 规定里面是有几项 是属于要罚一定的财罚的 其中第三项就是我刚刚所引的 违反第16条第一项的时候 我们是要处30万以上 150万以下罚款 那我们昨天在跟陈处长 讨论了很久 我们想要就是表达说 我们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非常关心 所以我们决定财罚新农公司35万元 并且我们要立即的要求他们 改善这个灾害应变措施 而为了提升各管线单位的危机意识 建立应变机制 公务处表示将于本周五 邀集水电油气管线单位 召开紧急应变会议 那我们在礼拜五早上会找 水电油气的相关管线的公司 来召开一个紧急应变会议 那主要的议题会有三个 第一个部分就是 刚刚市长也有讲到的 就是说水电瓦斯的这些管线单位 他们到现场之后的一个紧急应变的一个计划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作业流程 那发生的事故之后 他们的第一步动作 第二步动作 第三步动作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让我们这边知道 还有就是我们的紧急联络人的机制 他们的第一个联络人 第二个联络人的对象是谁 我们都要 这边都要能掌握 请他们列表来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一个老旧图资管线的一个建制 因为这次的 这次的那个事件之中 那个新鸿瓦斯公司 他们一直觉得说 那个管线没有在图资里面 他们觉得应该不是他们的瓦斯管线 那最后证实 最后证实 他们自己去关了一个大范围的一个 一个中央的开关之后 确定是他们的瓦斯管线 所以这个老旧管线的一个图资的建制 的一个资料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希望说 所有的公司都能把老旧图资能够找出来 建立数位化 那以后我们如果有管线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在那个系统里面 找到这个老旧图资的一个管线 对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刚刚市长有提到的 就是有关于水电瓦斯 那一些民生的一个施工的过程之中 那会暂停供应的部分 我们要求他们一定要公告七日以上 才能来施作 那公告七日以上 并加强宣导 让民众知道 说明 那才可以施作这些 这些管线的一个施工 市长谢果良强调 当天的状况让很多民众都回想到高雄气暴意外 因此市政府必须重视这个危机 希望与管线单位攜手 建立起灾害应变机制 让基隆能成为更安全 更友善的都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日前 基隆市公车发生巨载 电动轮椅乘客的事件 为了加强落实服务轮椅乘客 打造友善的基隆交通环境 市政府订出奖励公车司机的措施 预计从3月1号开始实施 事办半年 日前 基隆市公车发生巨载电动轮椅乘客的事件 谢果良市长相当重视 在市政府公布惩处后 公车处也参考大台北地区客运业者的做法 立刻研议奖金制度 来加强落实服务轮椅乘客 预计从3月1号开始实施 发奖励金给服务轮椅乘客的公车司机 事办半年 对于司机朋友 我们要严格的要求 对于身障朋友要有爱心 但同时间 因为携助身障朋友 跟协助一般乘客 事实上整个标准作业程序 是相差非常大 所以我们觉得也是要给 驾驶朋友一定程度的鼓励 那我们后来计算出来以后 我们现在全市大概每年 一共搭乘了大概1500多次 不到1600次 那所以我们研究出来 我们目前就是每 搭乘每次 每一次 对 我们 没有这给我 我们搭乘每次 我们会给他50块 的奖励 那这是事办 跟大家报告 这是事办 我们3月1号开始事办 先为期六个月 针对伦理组的这个朋友 我们也调查各县市 就是说他可能载到我们伦理朋友 有一些奖金的一个 奖励方式 当然有20块 30块 100块 等等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 我们就定出一个 每一趟次 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个载到 这个驾驶朋友 一个50块来一个奖励 这个比较能够激励我们一个驾驶朋友 他驾驶同仁 他对于这个 载到这个身心 障碍了我们的伦理朋友 能够有一些激励 然后增加他的服务性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样子的一个记载 或是甚至歧视的行为 不要再发生 那同时呢 我们也体谅 我们的驾驶员的一个 在第一线服务的辛苦 所以我们也就是编列出所谓的奖金 来鼓励我们驾驶员 那第二个 我们也呼吁我们的民众 就搭乘我们的公车的时候 如果遇到我们身上朋友 拜托大家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同理心等候 那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说 这样子的一个友善交通环境 我们可以一起来建构 让我们的友善城市会更美丽 那总之就如同刚刚立场处长的首板 我们要打造一个友善的环境 也希望司机朋友要有同理心 那搭乘的程序比较繁琐 的确也要多花一点时间跟精神 那在一定的财务负担下 我们卓宇给司机驾驶们 一个补助跟鼓励 也希望双方都彼此 能够在搭乘上跟在服务上 都能够更愉快更圆满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会积极推动 以同理心对待弱势族群 共同提升友善交通环境 也肯托市民朋友遇到轮椅乘客搭乘时 能耐心等候 一起来支持打造有善有爱的交通运输服务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推动友善行人政策 已经成为谢国良市长上任后 最重要的施政目标之一 当然也包括对学童上下学安全过马路的重视 因此在寒假结束后开学第一天 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辉议员 特地和小组成员联恩典 以及韩世玉两位市议员 到信义区东信国小关心视察 由警察局妇幼队负责的行人友善 及互同专案的实施 肯定也感谢妇幼队及志工们 在雨中认真执行 从小扎根教育学童 也提醒驾驶人经过学校时 要特别小心注意 下雨天学童下课过马路 警察局妇幼队远警们 立刻协助交通指挥 紧盯学童过马路的安全 同时宣导汽机车里让学童和行人先行过马路 可爱的警察大头娃娃 也和妇幼队志工们一起在门口宣导 教育学童们行人友善的正确观念 由于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已经成为谢国梁市长上任后最重要的施政目标之一 当然也包括对学童安全过马路上下学的重视 因此在寒假结束后开学第一天 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辉议员 特地和第二副召集人联恩典议员以及小组成员 韩世玉议员特地到信义区东信国小 关心视察由警察局妇幼队负责的行人友善 及互同专案的实施 肯定也感谢警察局长张树德 以及妇幼队长吴静怡的认真执行 我也很感谢我们妇幼队的 我们吴队长带领的团队 尤其在这几年来 对我们协同的妇幼问题非常的尽责 而且我们到了现场也一直在推这个政策 然后也从这个政策 我们来让小朋友从小就教育他们 能够养成一个手法 相互理让的一些观念 让他以后长大的时候 同样的把这个好的一个习惯 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让我们打造我们基隆市成为一个 友善城市的一个城市 那再次我也感谢我们基隆市警察局 带领的妇幼队 长期来对妇幼儿童工作的努力跟辛苦 可能有的人我们走到这个开车开到斑马线 行人还叫我们先走 我想这是一种习惯问题 那这次我们市长小爱爸爸推这样子的政策 让我们行人这个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也告诉自己行人优先 只要是绿灯的可以走 我们就优先那赶快过 那我想这样的习惯继续继续养成 然后我想也特别感谢这个傅优队的这个 这个吴队长带这么多的同仁 然后一起来关心这个小朋友下课 特别是今天在第一天 就有这样子好的这个气象气氛 我想这一次为一次下去 对我们行人来讲 真的是非常大的益助 如果有看到这个学童行走的部分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得要礼让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是我们接下来这个主要的一个诉求 那为了我们学童的安全 我们包含说人行道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棋楼的部分 我们尽量还是要让出来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行人或者是我们宣童 那行走方面的话更加的安全而且顺畅 傅优队队长吴静怡表示 警察局张树德局长非常重视市长谢国良 推动的行人友善及互同专案 因此特别指示傅优队等警察局各单位 务必做好维护及宣导的工作 而对于市议会教育小组议员们 亲自到学校现场关心和肯定 警察局傅优队由衷感谢议员们的支持 警察局要落实市长行人友善的政策 那我们这个互同专案其实一直在做 那现在只是说我们把它扩大办理 傅优队现在在这个学期都会到东信国小来执行 这样的互同专案 那其实我们其他的分局派出所也都排除万难的 在做这个互同专案 那就像那个赵喜仁所说的 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专案 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将守法的观念 升值于心 我想对于我们未来建议温暖有爱的一个城市 一定会很快达成 东信国小校长曾树华也认为 这项行人友善的政策 让小朋友潜移默化从小杂根 学习里让行人优先的正确交通观念 透过外在的行为改变到我们内在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想法 相信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的内心都种下交通安全 人人有责 从自我开始做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跟规范 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惠议员强调 市议会一项非常关心重视各级学校各项教育及校园安全等问题 也关心妇女及幼童和儿童的各项权利及安全的维护 因此对于警察局妇幼队认真执行行人友善及互同专案政策的推动 给予高度肯定和感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位在基隆市中山区中和路的公车大甘林一站后车亭 后面的挡土墙近一个月来不断冒出大量自来水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接获民众反映后前往会刊了解 也希望水公司等相关单位要尽快处理 避免造成民众的不便甚至是受伤 大量的自来水不断从中山区中和路的公车大甘林一站后面的挡土墙排水口冒出来 造成路面湿滑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接获民众反映后前往会刊了解 也希望水公司等相关单位要尽快处理 避免造成民众的不便甚至是受伤 年初的时候就接获到我们很多民众反映 在我们大甘林一发生我们挡土墙有漏水的问题发生 那经过调查之后才知道其实它是美之国社区 它上面的蓄水池 因为是它的遥控浮水阀然后损害 造成它的水会不断不断的溢出 然后进油这样溢出之后流到我们中和路上面 那也造成不论是在我们大甘林一等候快捷公车的民众 或者是要回归大甘林社区的这些民众 其实在经过中和路的时候 时常都会有被这些水溢水的问题 溢得满身都是 甚至还有人因为这样子而造成摔倒 交通意外的发生 那秉均这边已经有立即来去跟我们在水公司 还有建造单位来去做协调 是不是可以在尽快的速度上 赶快把它的遥控浮水阀 把它修缮完毕 让它的水不再溢流到我们中和路上 因为水流出来 第一个浪费到我们水资源 第二个它甚至有可能造成我们用路人的交通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需要自来水公司重视这个问题 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保护好我们所有基隆市民的安全 张比军进一步表示 会持续关心这件事情的进度 直到修复为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由于有驾驶人向市议员联恩典陈勤 在巴独火车站前 是否可以设置回转区方便 汽机车回转往市中心区的方向呢 联恩典再次邀及市政府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不过因为路幅狭小没有办法设置回转区 因此联恩典也提醒驾驶人 在这个路口车辆只能左转不能回转 再加上有科技执罚紧盯违规回转 请民众要特别注意 避免受罚伤了荷包 由于有驾驶人向市议员联恩典陈勤 在巴独火车站前 是否可以仿效中山一二路 在最外侧设置回转区 方便汽机车回转往市中心区的方向呢 联恩典特地在邀及市政府交通处 公务处以及警察局交通队等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不过因为路幅狭小 没有办法设置回转区 因此联恩典也提醒驾驶人 在这个路口车辆 目前只能左转进入巷道里面 不能回转 再加上有科技执法的措施 紧盯违规回转 请民众要特别注意 避免受罚伤了荷包 因为我们再一次又来到巴独火车站 跟巴南里的里长陈必行 一起来这里再做一次的会刊 那重点就是巴独火车站前面的红绿灯 是能左转但是不能回转 那最近科技执法又装上去了 那我想很多的民众也接到了很多的罚单 也抱怨连连 那恩典今天来这里 和这个交通处 以及再一次的来讨论 我们在新的这个政府上任之后 是不是针对这个路口 要再详细的再去计划 能够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是要把这个车道再加宽 还是在目前的这个车道不够宽的情况下 那会造成车祸要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我想在这个还没有解决问题之前 我也请这个各位我们用路人 目前这个路口确定是只能左转不能回转 那科技执法也已经开始了 所以为了荷包恩典再一次 在这里也呼吁大家 在还没有新的政府还没有改善之前 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这个规则 免得我们这个荷包失血 联恩典希望新的市政府 可以再想想办法突破困难 在这里规划 兼顾安全和便利的回转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为了方便晚归上班族倒垃圾 市政府环保局在东信路和正信路口 安排白天六点到九点 在路边设置定点垃圾车 但是政策上路后 出现围停等交通乱象 还有人在街上爆发口角 市议员韩世玉邀及市政府单位会刊 严拟增加能力 试办垃圾得来速 由清洁人员接过垃圾 驾驶不用下车 避免再造成交通混乱 上午七点不到 东信路一线车道被机车占据 一台接着一台上前丢垃圾 还有驾驶不顾危险 违规停车 而这台机车更离谱 为了丢一包垃圾 直接逆向骑车过斑马线 而这样丢垃圾的乱象 几乎每几分钟就会上演 因为前面停着嘛 后面丢不到就骂嘛 嗯嗯嗯嗯 他会叫前面闯红灯啊 前面不可能啊 上下班就顺便啦 而且比较好停车啊 越早越好停车 如果到晚一点呢 哦会说那就不好啊 听说常常有人吵架就对了 有时候啦 这边都有一些义工在 在帮着提 因为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车太多啦 对 他没有办法停车 没有办法下来 所以说那边有一些义工 就帮忙提 就直接去丢掉 尤其是大车也要挤进去 这个 所谓的大车就是四轮的交车 他也要图方便 连下车他都不愿意 就这样随手 倒垃圾就一丢 当然造成后面的涌塞嘛 还有的车辆 直接插队倒垃圾 其实这些车辆 不管是机车 或是汽车 通通都停在 左转车道上 相当危险 这还是一样要 要改 可以执行 那两个 第一个第二个车道都要改成 可以左转跟执行 开车来的民众啦 大概都会闪双黄灯 然后开后车厢 然后丢垃圾 因为可能他们怕也会有些垃圾的水啦 所以他们不会放在车厢里面 那所以就会造成说 汽车一停 后面机车就会打劫 那机车丢完垃圾之后 可能为了 闪避这些汽车 它就会移到 路中间 会造成那个车流的交汇 然后产生一些车祸的状况 市府体恤 夜归的民众 让民众白天可以丢垃圾 但却出现倒垃圾乱象 市议员韩世玉 邀请了市府相关单位回刊 研议从加派人手 交通标志更改等方向改善 其实我们设在这边很久了 那是服务那些 晚上不能够丢垃圾的民众 那希望有一个方便的点 让他们早上上班的时候 可以顺便丢 但是因为车流量实在有点大啦 那我们在 考虑设置这个点 其实也有点困难 就是说要疑点 还是说要裁车 因为都是为了民众便利嘛 那刚刚跟议员这边有讨论 就是说我们这边 考虑会加派人手 那希望民众 如果你是骑机车来的话 你就不要下车 不要停车 那我们的人就直接帮你接走 那车辆的话也是希望这种方式 就是不要暂停 那免得造成交通流量的打劫 然后也容易产生一些车祸 造成民众的一些安全上的疑虑 他们也有找过很多的地方 但是的确 我们早上非常多的朋友 都在倒垃圾 他有找非常多的点 但是都 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点 那主要的话 我们这边的问题的话 除了刚刚我们有争取 就是请环保局 那加派人手的话 来帮忙轻运 以外的话 市运也建议 我们的市政府这边 用交通的手段 那实施交通的相关的措施 配合环保局的加派人手 那相信呢才能够呢 慢慢的来改善我们这个 当地这个问乱的一个情况 那我也不希望说呢 因为这个早上的时候 那因为丢垃圾的问题的话 那造成了大家的交通整个状况 大堵塞或者是吵架甚至于打架 这个情况呢我都不希望发生 环保局说 未来研议计划加派人力 有清洁队员上前接过垃圾 驾驶不用下车 加速又能避免民众围停 期盼能够在便民 而将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连接万里的台二线滨海公路 发生严重车祸 一辆小客车突然跨越双簧线回转 直接撞上对象轿车 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消防队员用破坏器材将人救出 不过送医后仍然回天法术 而违规的轿车车上 四名大人以及一名小孩受伤 肇事真正原因有待调查厘清 驾驶行驶在台二线滨海公路 窗外风光明媚 但没多久前方开始有些不对劲 对象一辆轿车突然急速左偏 和前方车辆车头对撞 瞬间车壳零件失散烟雾弥漫 这起严重车祸意外发生在十一日中午 一辆铁灰色轿车前往基隆 行经台二线五十一点一公里 不知为何驾驶突然跨越双簧线 对象轿车闪避不及 消防人员到场利用破坏器材拆掉门 把人救出送医仍然回天罚術 而铁灰车上五个人包含一名小朋友 送医后并没有大碍 但驾驶九车值高达0.6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北冰公路五十一点一K处 往基隆方向有事故 到场发现为无姓黄姓民众各驾驶自小客车 于该处发生碰撞 造成无姓驾驶当场死亡 黄姓驾驶伤事无大碍 为送医抽血检验后 酒车值已超越法定标准 全案依照刑法公共危险罪 移送基隆地检侦办 原本一家开心出游 却发生违规行驶 又酒驾上路 两车正面对撞 造成一死五伤 造势原因 由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麒麟 优秀 继续 噢 终于可以寄的任务咯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圣网无死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圣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这又一级终于上了 我没事吧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死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